没有真实相 就是妄想极度 以这个妄想心 所想的 都不是有实体的东西 不可见 都是可坏性 谁能倒在这个世界 找一个不坏的东西 有吗 谁能找到说这个东西不坏 世界上没有 所以一切言说 说把言语作为标准 说隶书 作说 这能做标准吗 前人做的后人给他推翻了 就是这个样子 而且是实实在在是没有 但是这无始节来的 你的业障 熏习而成的 熏习因缘 是大乘喜训论讲的 说你入乡房里就 竟是乡气熏习 说你身上志愿就带着乡气 你如果一天的 想在北京搞清洁卫生的 逃粪的 他一天的跟大粪来做交易 来做工 他一天洗几次澡 还是不行 人家离他远远的 他身上就要休息 看你做什么职业吧 业 你可以自己选择的 为什么不选择三业 竟选择那业呢 所以我们经常说业障 这是一种 另一种 无始节来 熏习的因缘 把一些个虚妄不实的东西 当成石油的 让我们这幼体 本来是要坏的 但是为了保护 为了保护这个幼体啊 那不晓得用了多少脑筋 把个虚妄警戒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保护不住的 你要看破方向 还多活几年 越知着 越怕越有鬼 他们说这么句话 越怕越有鬼啊 越想夺活几年呢 寿命就是越短 越是那个蒋卫生 保护的不得了 现在各种乃症 无缘无故的害了 乃上了 乃上就没办法 很多 能有你意志为选择的吗 一般要想长寿 另一方面 什么坏事都做 消耗又体 能长寿吗 因为 由于妄想心故 由这个心 生起种种法 种种法 又影响你这个心 让你执着 念念不舍 得意的 就想得到 你不高兴的 就想舍掉 在你为了求得失的 这个心呢 不晓得用了多少脑筋 还是没办法 舍得舍不掉 你也离不开 得也得不到 就去想求得 得到还是希望的 因为它没有实体的 但是你 是你右眼见 看不到 是心里所想的 也想不到 因为这里头有一个 熏悉因缘 无时时来的业障 就是熏悉啊 熏悉又发现行 现行又积累 积累又变成种子 因此呢 而产生了 种种的错误 种种错误 要想究竟这个错误啊 多念念地藏菩萨吧 我认得吧 谢谢 好 好 比如说 好 pagar 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